哈囉我是帽子 Revelly 我們今天來到了高雄 然後準備去台東 兩天一夜 然後我們第一班高鐵到這邊 大概目前時間是七點多 然後吃個早餐完就要到八點 而我們現在準備租車 但租車還沒開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等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的行程預計 會花開車開南橫 然後開個兩個小時多左右到台東 然後去看幾個點用 我們蠻喜歡台東的風景 而且曾經去過幾次 但是沒有去很熟 所以這次想去更熟一點 就是把這些景點去得更熟 然後拍更多的好道 然後留下更好的回憶 對 然後後面就是我高鐵帶 然後出車店 現在是關門 因為現在才8點16分 我們提早到蠻多的啦 他是說 8點半再來 所以我們就 在那邊等個20分鐘左右吧 我們下午三個小時 聊天 剛剛回到大雲 和我們去看 我們再次看 一門 讓你再次看 查看 之後 いくら 中速出汗車 我們終於從中速出汗車要出發去 我們台東第一站藍清艇 聽說是吃炸雞了對不對 我們終於從中速出汗車要出發去 大吉 有名大吉 有名大吉 現在時間是9點半左右 因為我剛剛還有稍微確定一下這台車跟一些路線情況 所以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希望等一下到那邊的時候不要排太多人 我們很討厭排隊 然後我大概覺得中租的那些人員 他們檢查車我覺得非常仔細 他們也才會幫忙檢查到我一些看不到的細節 我覺得蠻不錯的 畢竟有些傷痕是你要趴下去車底才看得到 我沒有趴那麼下去 我剛剛看到那個影片的話 我沒有趴很下去 好 那預計車程還有在快3個小時 然後我們就專心開車 然後看一下風景 然後到南痕的時候我們會換手後看 到時候再講 掰掰 現在進入山區 為了避免我們到台東的時候已經1點了 所以現在換帽子看 對啊 因為我女友Emily她比較不擅長開山 我應該說她幾乎沒有開過山區 她剛剛開了一小時 然後我有點卡 然後我開了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有點塞 所以有點Delay了 我記得啊 我剛剛算一下大概還剩下一小時吧 時間已經11點了 所以有可能我們到台中的時候已經快要1點了 應該不會再排隊啦 這是我的希望 因為不需要排隊 對希望不用排隊 然後餐點可以很快就上來 這台車讓我有點意外是她現在有換檔摸片 換檔摸片還蠻方便 我換A4檔之後 就比較在山路上都很方便 比較有膩 讓我蠻激壓的 所以這種 我們租這種車竟然有換檔摸片 然後完全不會用 是 然後我完全不會用 比如說如果我開的話大概就是 歸宿車 我們就會到2點多的台上 我覺得你真的沒有禮貌 好啦那我們那我們就專心開車囉 掰掰 幫我上面這裏 請客站 ме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哪一家? 去吃龍樹下米苔木 聽說這邊還有一家米苔木很厲害 那跑在旁邊而已 那我們就先走 掰掰 我們剛吃完米苔木 然後看到隔壁有一個叫什麼? 那叫什麼? 果蒸喔 果蒸 然後它是聽說是台灣台東在地小農做的一款獨特的飲料 然後它只賣一種 叫做水果蒸奶 它是用什麼飲料? 它是用什麼水果? 火龍果跟木憋果 對然後它只做這一種 然後我們覺得很奇特 所以就買來喝喝看看 然後一杯60塊 然後對 希望好好喝 再度一杯 自由一杯 要攔伴 一杯 再度一杯 滅茶 吉利 零 我們剛買完我們的 冬河包子 對冬河包子 然後我是吃肉包子 我吃芝麻 麻薯 對 但我們覺得這蠻好吃的 因為我們吃過大麻薯的 對 就傑森的好吃 蠻好吃的 而且 人蠻多的說實在一起 車在 車位其實 我們很幸運啦 就剛到的時候剛好一台車 就從車上出來 所以馬上 進去它的位置 算心 所以 我們就在這個點短 但是輕流 因為下面太多人了 然後我們就自己跑到車上吃 所以我們覺得 決定 這就是吃個10分鐘 直到馬上前往下一個點 所以 先吃東西 掰掰 下一站 我們來到的這一站是喝咖啡的喝下午茶 來個市場 然後我點的是 拿鐵 真果拿鐵 這家網美咖啡 定是位於 南花里 北回歸線標誌附近的一家 叫項鍊台南摩托車 這間是我爸同事的朋友開的 所以他有招待我們家來吃 那個 玩樂過 我覺得環境相當不錯 還有這個 可以拍照的景 所以我們就帶Emily來 拍照一下 紀念一下 但路程真的非常遙遠 從台東開過來開 一個多小時 有點累 可是景 不錯 然後今天海浪其實也蠻大 所以 如果大家應該可以聽得到海浪聲 我覺得 這個海浪還蠻漂亮的 我知道 我覺得就是天氣有點陰 沒有太陽 就是一個遺憾 我們就 喝完咖啡 又準備去 我們下一站 住宿 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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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沙發 跟一個小桌子 其實我們真的是 蠻喜歡這個設計 因為 在這個價格 大家覺得 旁邊其實還會照這樣 而且為什麼會注重 因為我們 出去玩的時候很常會有些小東西 像我們現在就有兩杯湯 然後等一下出去覓食的時候 說不定好像有其他的 小點心 或是夜市買的一些 小東西 我們就可以擺在這邊 然後坐在沙發上聊天 吃東西 然後配著我們的電視 對 還有這邊有WiFi機 所以 算好像是美町 好像沒有人機的WiFi 因為這邊有一個 他們說有這邊有 帳號跟密碼 所以我猜應該是 每天都出個WiFi 那相信速度應該不會 特別慢 而且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有蠻多的插頭 這邊 還有那邊 浴室跟我們這邊的想像 都有插頭 其實比我想像中多很多 我以前住的大部分 都只有兩三個插頭 所以我們還有特別在延長線 可是今天應該是用不到 而且看到這個床 其實我剛剛 試坐一下 它的不會太軟 不會太硬 坐起來就剛剛好 就不會說軟到 讓你直接陷進去 會不舒服 可是你不會硬到 你不會陷得到 我覺得軟硬適中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空間 來到另外一個空間 就是所謂的梳化的空間 可以看到一進來就有 大概兩盆水 還有一些簡單的衛浴設備 就是什麼 牙籤 然後還有肥皂等 然後這是一個女 好像是提供給女生化妝的空間 然後下面還有衛生紙 跟水空機 而且 放到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看一進來 到底有點問 好 換行李的啦 這是行李假的 我沒看過 因為我真的沒看過的東西 以前住的地方我都沒有 心裡都是直接像這樣 直接放在地上這樣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我們浴室 其實我們浴室真的蠻大的 但以我這180文字的身高的人 在那邊都不會覺得很容易 就是壓禍難局 而且它的價格其實非常的保證 就是 雖然我們還是很希望乾濕分明 但是因為它的價格真的非常的保證 所以我們就 人了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也沒有 讓我們失望 東西都是蠻乾淨 然後還吃 然後擺放的都很整 連衛生紙這個角度 勞進的角度都很整齊 而且 這東西 都蠻有質感的 我們剛剛都稍微摸一下 而且也稍微用一下它的水 所以蠻有力的 不會說沒力或是太力 就是剛好 而且磁磚整的感覺 我也蠻喜歡這些的 搭配啦 我覺得都蠻有折角 所以這下酒就蠻有力的 OK 我們 等一下就會先整理一下行李吧 畢竟你剛剛看到我們行李 對他一個角落 包包也這樣前面放著 咖啡都沒有 沒有開始講 所以我們等一下整理一下 應該就會出發去密集 然後呢 怎麼會一樣 房東有給我們一個 台東的美食地圖 上面有 許多 例如夜市啊 好吃的店啊 或是鐵花圈等等 做標等 他也告訴我們今天鐵花圈的一些 特別活動 演唱會 演唱會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會去這邊逛一下 而且 說不定可以買一些 這邊當地 他們覺得好吃 但我們可能沒有什麼 吃過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東西省一下 大概休息個十分鐘左右 我們會準備出發 走 超級便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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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逛完了夜市跟鐵花村 現在回到房間準備休息 然後也在休息前呢 分享一下對今天的想法跟心得給你們 首先是午餐 就是在台東市區的一個 榕樹下米苔木 對 榕樹下米苔木 我是覺得它蠻好吃 尤其是那個湯 我單單吃那個米苔木 其實覺得沒什麼味道 可是配上那個湯之後覺得 它的湯很有柴魚片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蠻有 那個味道的 而且是大碗 就是小的就會大碗 對啊 點小碗的50塊其實就蠻大碗 它的小菜其實也蠻好吃的 雖然比較高單價 180塊就是一盤 它是一個平盤180塊 可是真的覺得 就是比外面單點都點起來的話 還要便宜的感覺 而且真的它的醬料跟什麼都蠻好吃 然後再來是隔壁的 隔壁那帶應該是什麼 果真喔 果真喔 它就是只賣一樣的飲料 它的水果 牛奶 因為我沒有 是有喝 它買的嘛 Emily買的 我是有喝一口 我覺得 應該是比較極端的選擇 因為它就是 有點火龍果加芒果的那種味道 對 就是酸甜 就是 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吃酸的東西 所以我可能就不會那麼想要 可是有些人很喜歡吃酸的東西 它可能就會很害 我覺得應該是 比較少會有中間 就很極端 就很喜歡就很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這樣 然後再來是 夜市 夜市 夜市我覺得今天夜市 能好吃的好像就只有 我們排的那個刈包而已 其他的臭豆腐就是 可是它沒有炸得很酥 對 沒有很酥 就是它腳下心不夠酥脆 你知道 它也沒有那個味道 但它的泡餐很好吃 還有牛奶 好 牛奶真的不行 牛奶真的不行 對 沒有什麼 就是 我點西瓜牛奶 是有 還有點西瓜牛奶的味道 喝得出來 但是很淡 淡到有點誇張 嗯 它牛奶也不知道有什麼 又很稀的感覺 對 幾乎沒什麼味道 然後也沒有什麼西瓜的甜味 還是因為 我不知道是因為西瓜現在 沒中西還是怎樣 可是它 Emily喝的是 鮮奶綠 鮮奶綠 完全就是水 就是 很噁心的一個感覺 所以 你看 平常都愛喝飲料的人 每天基本上都會喝這個 現在還剩下那麼多 很多碗 多難喝 然後大腸包小腸的話 我就覺得 那個香腸蠻特別的 吃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蠻香的 還有配他們的蒜 其實喜歡吃大蒜的話 應該會很喜歡那個醬 當然 但 很多人不吃大蒜 那就跟別人 那還有其他口味 可是我覺得 那個香腸配它的蒜 比較好吃 然後再來 鐵花春的部分 有些個文青柿子 對 我覺得也是一樣 喜歡的人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就非常見人見識 因為 那種文創的商品 就是非常的 他們有自己 他們自己的風格 所以 有些影片是 我們很喜歡一些東西 可是覺得這東西 可能不適合我們 嗯 而且 它 今天有活動 它不知道是不是每次 有這麼多碗位 對 今天有演唱會的活動 所以很多 演歌很多碗位 可是這樣還有一點是 就在文創的東西 我騙人來講 也沒有便宜到哪一句 所以呢 比較不親民 對 不親民 加上就是風格強烈 所以就需要考慮更多 嗯 可是其實那邊蠻好拍照的 就是因為 很多燈籠啊 跟一些裝置藝術 其實蠻好拍照的 對 如果當成去散步啊 方況啊 拍照 就是不錯的地方 嗯 所以他還要推薦那個 可以 來的話就是 可以把車子停在那個 加樂福的地下停車場 對 就是 我們都 這兩次去市區都是把 不管是車子停在加樂福的地區 都是把車停在加樂福的地區 對 就停車場 就 我很好不用錢 當然沒有任何的票卡 或是車子停車場 我一開始停的時候 也就是 欸 好不好就敷個30塊一小時 或是40塊一小時 那沒有關係 就發現 就直接出來了 然後覺得欸 好驚訝 就可以直接出來 不用講話 而且就是出來之後就是夜市 對 他出去外面就是夜市 所以超級 超很方便 不過他附近的停車位其實也蠻多的 對 他其實附近其實你認真找一找 巷子裡面其實都有停車格 對 然後不然就是有些公家機關 也沒有那個鐵捲門 所以基本上他公家機關一些 外面的那個 對 洽工用的停車位 基本上在他們下班的時候都可以停 好的 這就是我們第一天的總結跟心得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第一天的行程跟影片 那我們就準備休息 再見 掰掰